《道德经》第30章 本章节将要讲述的是老子对于战争的看法及其个人主张 首先,他开宗民意地说道 以道左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 这里的左,使辅佐,强,则为争强好胜 因此,老子想要表达的是 懂得奉行道之主旨来辅佐君主的人 他们是不好战的 他们深知战争之沉痛 他们是绝不会主张以武力来征服天下的 我们可以将此句话作为本章节的基本纲领 与其核心思想来看待 它很直观地表达出了老子的反战争主张 同时,也明确说明了 其主张并不仅仅只是出于老子心底之善良 而更多是基于天道法则之使然 那么,天道法则又是如何使然的呢? 老子接着说道 其是好患,师之所处,荆棘生焰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意思是,之所谓天道轮回,有因必有果 所有的行为都会伴随其应有的报应的 但凡我们回看历史,只要是战争 军队所到之处必定荆棘满途,民不聊生 而战争结束后的地方也必将荒年击碎,年古不登的呀 还记得上一章在讲到治国的时候,老子就说过 天下神器,不可违也,违者败之,知者施之 也就是说,天下苍生乃天地之孕育 是无法强加个人意志来主导于左右的 因此,我们顺着这样的思路来推导 既然就连主导他人的意志都已然是违背天道之主旨的 那更何况是掠夺他人之生命呢 这岂不就是最佳百倍都不止了吗 在自然界中,我们几乎很难发现有同类试杀同类的现象 也就连老虎狮子这样的猛兽 它们也只是为了生存所需而捕杀别的动物 而自相残杀,吃自己同类的就实属罕见了 我们况且把这种状况归结于天道法则之使然 而人类呢 人类跟所有的动物都不同 也就只有人类可以为了满足生存以外的异己之私欲 便可以随意地肆虐妄为,自相残杀 甚至是杀到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啊 所以,我们可以试图去反思 究竟是人类就如此的与众不同呢 还是说,人类已然走上了背离天道的不归路了呢 相信,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子总在感叹文明之衰败的原因 换言之,枪害他人及掠夺他人生命的恶行 也就是背离天道法则的首要之关键啊 然而,老子深知战争往往是难免的 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奉得二行的 所以,老子也并不主张懦弱 在面对敌人侵略时,为了捍卫自身生命 为了保家为民,战斗是存在的 胜利也将会是目的 老子也清楚地知道 一旦战争开始了 人在战斗中往往就会失去了理智 所以,他便警醒着我们,说道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 意思是,我们是为了自我保卫而战 达到了胜利的目的,将敌人逼退就足矣 切记不要争强好斗 不可以为了杀戮而杀戮啊 紧接着,老子又反复强调道 果而勿精,果而勿法,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精是自大,伐是炫耀 而果而不得已,则指的是 胜利是情非得已的 因此,这句的意思是 赢是情非得已的 胜利也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的 千万不要因为赢了就洋洋得已 就自大,甚至去炫耀 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的 我们一定要切记,杀戮永远不是目的 我们为的只是宝家为民而已啊 到了本章的最后 老子便深深地总结道 物壮则老,事为不道,不道早已 意思是,你看啊 那树长到壮大时,也就意味着将要老去 之所谓天道轮回 物极必反,盛极必衰 凡是过于强大了,就必定要开始走向衰落 所以啊,好战,好强,好胜的心态是违背天道的 一旦背道而迟了,那也就离灭亡不远了 倘若我们从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回看 不难发现处处都呈现出了强则必衰之迹象 就如上古时期小小的周部落灭掉了雄霸一方的伤 到了战国时代,满意的秦灭掉了称霸中原的五国 再到农民起义,推翻了秦帝国 以及后来的蒙古游牧民族灭掉了文明程度最高的宋 东北女真部落灭掉了大明等等 无一步都在说明着谁强胜谁挨打 物状则老之道理呀 然而,也就是这么一位2500年前的老者所提出的思想主张 早已深深地植入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土壤里 以至于延绵数千年,至今都未曾结束啊